家里的床单或者衣物不小心染上了血字该怎么清洗呢 很多人用了错误的方法导致这个血字是更难去除 那今天就分享大家一个正确清洗血字的方法 不管新旧血字通通清洗干净 赶紧跟视频起来了解一下吧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女性都会遇到这样的难题 那就是床单染上血字 像这种血字如果干掉了是特别难清洗 非常令人尴尬 如果用了错误的方法只能让这个血字是更难清洗掉 在这里要切记一定不能用热水去清洗 因为当血字预热后呢自然会凝固在纤维布上 所以是更难清洗 如果你用洗液或者是肥皂都清洗不掉这个血字 那么下面教大家一个实用的方法 首先在血字处挤上牙膏 接下来再撒上小苏打 最后我们挤上洗洁 如果像小面积的血字我们就可以局部清洗 这个整个床单呀就不用全部洗了 清洗后的床单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没有一点残留印记呢 最后把床单直接晾晒就可以了 这个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很大的麻烦 再也不怕床单染上血字而尴尬了 学会了大家赶紧去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洗血字的方法 大家学会了吗 看完视频赶紧分享给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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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